本集收音顧佳建議開啟CC字幕 各位觀眾朋友,來自CIOC自動車 來來來 AVIER台灣 今天小吃要帶你乙骨動車勒 不想要弄那個老梗 好不好? 老梗 如果下一次又可以漲出尾巴來 那就是新梗 開一隻尾巴幫你抓一下 看它塞哪裡,你說塞哪裡 你怎麼知道要用塞的 好不然用 綁的不行嗎? 掛在腰上不行嗎? 精靈的尾巴就對了 狐狸尾巴 現在年輕人口味很重 這個標誌208 我跟你講這個我也沒顧過 所以我先看一下 里程式跟有沒有撞到 這一台是2013年的標誌208 汽油的1.6的 好不好,我先看有沒有撞 跟里程數都好 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 好久沒有看到這麼小的方向盤 很可愛 你看我撞上去 放給你看 喔,超小的耶 對啊,真的很小 真的很小耶 11萬 13年跑11萬 7年跑11萬 還好 我一看到這裡就黏黏的 你看 這跟207都一樣 有沒有,已經有點黏了 你看黏到一些毛了 有沒有 你看喔,標誌的車 欸,幹 欸,幹 等一下,等一下 欸 媽的,把你趕快 欸 欸 這沒有膠嗎 我真的沒有膠耶 可是我怎麼沒有標 這邊有貼紙啊 對啊,貼紙耶 車門那邊貼紙嗎 我去看那邊 我跟你講,當你不知道 因為我第一次看到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有沒有貼紙 我去看 四個門都看一次就知道了 欸,這邊有耶 所以他只有右邊有了 不是只有右邊有啊 靠一下啊 那一定是左邊不知道怎樣啊 這公務以為怎麼可能只貼一邊 你看這邊有 我去看樓梨 看啊 剛剛一看就抓到 這裡也沒標啊 後面也沒有 哦,在這裡啦 抓到你抓到啦 我跟你講 這個對我們那種 公正不合 這個一板一眼的人 齁 就是 很討厭 你知道嗎 東西貼 就是貼中間嘛 那我貼一側 對啊,公平貼中間 會鞋給我,你知道嗎 我東西就是要擺整齊 天秤座出帥哥 你知道嗎 舉例嘛 劉德華嘛 金城武嘛 為什麼天秤座 直到吳中仙 天秤座 那個跳過嘛 齁,小絲嘛 對不對 對,就是貼中間才平衡嘛 Balance嘛 Balance,第三號 New Balance OK 嘿嘿嘿嘿 哇 乾脆 知道我哏了 破哏 媽,你懂不懂做節目啊 看螺絲啊 我看一下 怎麼想看螺絲怎樣 你怎樣啊 你怎樣啊 螺絲都沒怎樣 你看 沒辦法 這顆也是 這個也沒轉過 這顆 喔,比平那顆 這個 這個 內六角要看裡面 外六角要看外面邊邊 對 有沒有拖漆 這沒有拖啊 這厚厚啊 你看喔 像這個標誌208 邊邊都沒有膠 因為我剛剛看那兩個門 邊邊都沒有防水膠 蒙比,第三號 喔 飛機都有那個啊 這樣折進來嘛 嗯 凹進來 才可以咬住嘛 咬住以後 點起來 就變它的外皮 一般的車 這邊會貼一個防水膠嘛 我們常常在壓那個 硬不硬 軟不軟那個防水膠有沒有 為什麼要有那個你知道嗎 你這邊如果折進來啊 你沒有貼起來對不對 水分會殘留在這個縫縫裡 你就很容易在這邊生血了 你看像這邊這樣 它水分會殘留在這裏面 是誰先啊 可是我覺得這個凹的有點奇怪 它也這樣再掉 你看 它這下部有膠啦 那兩個門皮放過啦 然後這邊咧 對啊 這也是下面有膠啦 有沒有 因為我剛剛看那個皮折的就怪怪的啊 你看下面這個皮折的怪怪 就沒有 整個沒有敲進去有沒有 啊這邊也沒有膠 這個皮換過啦 它這邊有搞過漆啦 但是螺絲沒有動 啊這邊看下面 有沒有 你看這邊下面也沒有膠 所以它這個皮全部都重新換過外皮折過 而且你看喔 這邊其實就可以看到了 它這個門 門打開口有嗎 裡面的底氣是黑的 如果裡面的底氣是黑色的話就是換過的皮 這兩個門的皮有換過 我跟你講 不用什麼車都看過啦 兩邊比較一下你就看得出來 欸它洗過欸 洗過了 瑤瑤醉你看 大家隨時都有 他媽的凋零的危險 好這邊也有標籤 那你看它這邊有小獅子有沒有 拍拍拍的啊 小獅子 然後你看它的燈具 有小獅子 燈具有小獅子 都小獅子啊 獅子有多多上多多啊 好兩邊都有 那我們這樣就可以確定車口沒問題了 兩邊標籤都在 引擎雖然這個搖搖欲墜 這個有可能是引擎 吸引擎給人家沖的 我先去問車主 這台車為什麼會 洗過引擎 基本上這有問題 因為洗過引擎 我們看不出我們肉圓 你看他媽的下面洗那麼乾淨 你看 你看他媽的洗那麼乾淨 這風風不乾淨 我跟你講 像這種車行機車的 遇到人家開車來哭 已經試騎過 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你知道車行會弄車來 修飾好有沒有 叫裡面的少年那樣的業務 開去他媽的不認識的車 你看他有沒有會撞槍 真的啦 哭乎爛 因為他買錯車 可能有撞他沒看到 有泡水他沒看到 騙客人比較麻煩 騙同行比較沒事 只要弄好合約寫好 現況交車 不負擔保責任 車行也會撞槍 尤其像我們這種 不知道有沒有人想弄我們 搞不好很多 你講的我沒有 大家都是好朋友 我才不會這樣講 好不好 大家都是好朋友 絕對不會這樣弄的 好不好 好 我再留意看一下 呵呵呵 輪胎新的 今天那 19人 我跟你講 大家出去看車 最容易忽略哪一條 這一段 最下面 因為你都站著看嘛 呃 所以這叫固定嘛 撞到有沒有 通常有時候會沒看到 所以大家記得齁 看車要 也要蹲下來看 你要不要吃拉麵 純骨白湯的 看過期沒 2019年2月18號過期 還好 過期一年半而已 他有車上去給拉麵 隨時都有肚子餓的可能 然後拿那個 車開開拿水箱水 有沒有 那就煮了 直接煮了 我先去問車主 引擎是我怎麼洗 好不好 看這個狀況怎樣 看他賣多少錢 啊這個其實價錢我也還沒有低 好 我們先去問看看 他有沒有 心裡想要買的售價 再來討論一下 看划不划算 可不可以買 好 我先走了 都有點小傷小傷 他也不是很大 看起來很討厭 你看這邊一趟 他就小小我看起來很討厭 其實這個門邊都是 門開的時候他就撞 整個都是你看 那 不用弓 好啦 我就會一下 答案是什麼你知道嗎 原本他要自受 結果有一個車友跟他講好要買 還叫他幫他換輪胎 幫他做沒有 做好之後 跟他講說 家裡臨時出了點狀況 好沒有辦法 還賣 哈哈哈哈 我跟你講 我們在估這種 冷門車 尤其標誌的車 我們還常遇到 其實很多消費者來 估標誌的車 我都說 來你自受啊 因為他們想賣的價格 真的跟 CG的價格有點肉差 而且我跟你講 他們通常比我們還清楚 這個車的行情 對 剛剛跟我講說 網路都賣 三四十萬 他說最少三十幾萬 他說前一次答應 他要買的 是三十五萬 這個車為什麼我常常這樣講 因為他們其實都有社團 那其實社團都有在交易流通 那我是跟他講說 我覺得坦白說 三十五萬車 是一定不可能的 我的直覺應該是二十七萬 只是二十幾 多少 我可能要試考一下 而且他這個 玫瑰金 這顏色啊 也怪怪的 對齁 那我在想 嘿 你看喔 現在比如說 2013的 Feed 好不好 2013的Feed 現在收三十萬 Feed 算嗎? 超好賣了吧 嗯 主流了吧 對 我問你啊 三十萬你是車廠 你要收一台Feed 三十萬 還是要收一台 二零八三十萬 就當然選Feed 當然是選Feed 感覺比較好賣 對不對 所以我的直覺 這個車絕對不可能 有三十萬 那我在舉個理 要舉個爛一點的車子好了 假設2013的 Yaris好了 Yaris已經舊型了 對不對 小鴨 小鴨夠舊了吧 2013小鴨現在在收大概 二十五萬 那你覺得這個 小鴨跟這個你要賣什麼 應該也是小鴨比較好賣 沒有 我會買這個 為什麼 你小鴨買二十五萬回來 賺兩三萬而已 可是小鴨賣比較快啊 不是這樣講 我跟你講三十萬以上 選擇性就多了 但是二十幾萬的選擇性就少了 這個車就是怎樣 買二十幾萬回來開三十幾萬而已 而且 他已經說了 已經有三十五萬 有人三十五要跟他買 你已經有一個 大概人比在那邊了 我不用賣到三十五 我賣到三十出頭就好了 是不是代表 有可能有人會要 他這樣就算五六萬了 好不好 我以二十五來跟他處理一下 要不要 他原本三十五現在變二十五 要不要 所以我說 我跟你講這就是這樣 剛講到一半 這種冷門車啦 我要告訴你 我遇到很多人 這客人來估車SOP 就是你先叫他去社團自首 然後他一直人家約看車有沒有 然後要回去跟家人討論的啊 他這個看完啦 試完車回去說會要拔杯的啊 要問公罵的啊 嗯 這個試完車問你說 請問你有私人分級 可不可以私下分級啊 有沒有 等他心累了的時候 回來 我們就好處理了 所以就是你喜歡這個女生嘛 你就讓他出去 揉另一圈回來 他就抓你的好了 這樣好嗎 怪怪的 不要那我也不要 哈哈哈哈哈哈 好不好 我覺得喔 他心應該累了 我們來跟他處理來看 可不可以 撿到便宜啊 因為有一些真的賭籃了啦 一到五要上班 對不對 要約只能約什麼 下班時間 你如果要接小朋友要幹嘛的 要加班什麼的 你拿那麼多時間 禮拜六禮拜天好不容易休息時間 你要跟人家去看車 跟人家約一看車 看完又說 試嗎 試給你怎麼呸 可不可以試山路 這個獅子可不可以試一下山路 我去五指山給你賠一圈 我回去寶貝一下 看你累不累 其實我就想 我們這個行業就這樣 你不想累 交給我們 給我們賺一些錢 直接了斷現金買賣 了出一樁心事 放下心中的時候 你就好好的去上班 接小朋友 休假放假出去玩 對不對 你分我們這種 專業的賺一點錢 對不對 我先去瞧一下 我覺得他累了 累了 看他是不是累了 他心累 我們就利用他心累的時候 好好處理一下 嗯 我馬上就說好 他說好了 對啊 我說 剛剛講了一創 我說那25關 你覺得怎麼樣 他說好 你說他心累了 不是 他累不累 我不在意 也跟我不嚇到 我跟你講 我們的反應就是要快 當馬上說好的時候 你第一個本能反應要先退步 對不對 那個女生 要推倒女生 女生說好 你就 對不對 幹自己 好 你就開始擔心衣櫥裡面 是不是有躲人啊 對不對 還是等一下有他的他媽的男朋友 幾個黑衣人出現了 你在幹什麼 你帶我們家在哪裡 房間在幹什麼 而且幹 對不對 本能反應 誒 馬上就放 我們要先往後退 不先 思考一下 我跟他講說 我可不可以出去試一下車 因為這個車 他的變速箱 沒有意外 他跟207應該是一樣 我說如果試一下 沒什麼問題的話 25萬是 25萬我自己說了 好不好 先試一下 好 車主答應 我們可以出去試一選 我很少在試車的 可是 買這種車第一次買 真的會有點怕怕 好不好 推試一下車吧 那內裝實在不錯 你覺得我們冷了嗎 沒有開冷氣 就敢跟人家出嫁 OK 馬上就冷了 你看他這變速箱 跟那個207都一樣 有沒有抖 看他怎麼抖成這樣 按摩椅跟按摩方向盤 哎唷 可是開起來不錯 它會有一點 咬住轉速的感覺 它的換檔時機比BBM慢 底盤的聲音 拉起點咬咬咬咬咬咬 沒有咬咬咬 可能要花一點錢 不過它這個變速KK 應該不是壞掉 應該是變速箱 這個207這個變速箱 原本就是這樣 可是喔 像標誌的變速箱 雖然KK 可是我覺得它開起來不一樣 比雙禮合器好看 因為他沒有那個起步那個 嘟嘟嘟嘟嘟嘟嘟的感覺 他連後面勾勾勾勒 四字避震機應該都會GG 這方法好可愛喔 這很像去那個湯姆熊玩那個 頭文字體有沒有 MING THE FIRE 你怎麼還會唱 幹你不會唱喔 我都忘記了 對阿 那個一檔開起來好像CVT喔 聲音很多耶 喔 起立起路對不對 對阿 糟糕 我先停路給你一下 好不好 我們停一個可以停車的地方 好不好 你好 問一下 換人的阿國 問一下 看估這個車要注意什麼 不要撞槍還不知道 喂 阿國哥 老闆 請教一下喔 我在估一台那個 13年的 208 1.6汽油的 汽油的 對啊 有雷亞的嗎 沒有阿 1.6的 沒有雷亞1.6的 那就是跟你的207一樣 對阿我看起來 變速箱跟207一樣 四速的阿 它引擎勒 引擎大概是 跟那個引擎一樣的嗎 一樣阿 長得一樣阿 對阿 那就是跟迷你 同一個那個 那個就是一樣的問題阿 會 爬板跟那個氣面搖風 什麼那些都是 可是我看起來 開起來引擎是還好 這底盤有點聲音而已 這底盤 它這底盤 花起來貴不貴阿 就避身機容易壞阿 前面嘛 幹阿 四次行都繼續 避身機容易壞掉了 一支大概多少錢阿 一支三千多塊這樣子 哇幹阿 一萬多塊就噴了喔 阿 引擎蠻陡的耶 引擎腳阿 就是怠速的時候覺得引擎腳很陡阿 不是 你要看引擎順不順阿 順阿 可是就是屁股會麻麻的 那個方向盤麻麻的阿 感覺就是引擎腳阿 有看引擎腳阿 要看 阿 底盤很高了嗎 11萬阿 11萬6 13年跑7年阿 有看引擎腳阿 貴不貴 貴不貴 你以為是三支 因為全部都換 你以為只要抓一萬多塊 因為隔離2012差不多啦 好 好那我知道 好 拜拜 好拜拜 你看 引擎腳一萬多 一支氣一萬 一萬多 三萬 唉 讓他注意一下 這樣怎麼賺得到 十萬塊 你看 他會 轉速會 幫你 停滯在比較高的地方 所以他這個你平常在開的時候 就很像一般車在開Sport的感覺 所以他就已經幫你把轉速都拉高了 欸 他這個 比207好開耶 為什麼 他這個開起來覺得比 軸距比 比 比207還短 你知道我跟你講 阿來 有時候我們 我會這樣子 我現在開對不對 嗯 然後他BNC這樣 我這樣開起來 我已經覺得很好開 所以我就會開始想像說 他如果BNC底盤弄好之後 一定更好開 就像你看到一個女生 有沒有 為什麼我舉例都要用女生 沒有啦 因為車子都跟馬子一樣阿 所以我習慣性就是會把 車子比喻成女生 好不好 不是誤化女性啦 我是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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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擰人化啦 所以 大家不要認為 我這樣 我這樣不會轉 你看 起不輕鬆 有沒有 他媽這樣彎 哇 好開耶 我剛剛講到哪 就像一個女生 就像一個女生 你雖然看他穿得很樸素 沒有化妝 可是你就會想像說 哇 這回去 雕一下 打扮一下 調教一下 你就會想像說 那個完成 那種感覺一定很棒 我回去看能不能出 我跟他說 避震器要花一萬多 然後那個什麼 引擎腳的話 一萬多 扣個三萬 看看扣不扣得到 25 如果有買之後 再 拍一系列的影片 跟大家分享 我也買啦 我也買啦 好不好 不是 凡事都有第一次嘛 我們就是要有實驗精神嘛 218 對不對 alpha 對不對 我們就是要有第一次買 阿如果吃了虧 一次吃虧 以後就不買了 以後就不要買 哈哈哈哈哈哈 他媽的狀況其實還不錯 他好漂亮 我喜歡這隻方牌 你看喔 他這裡有做這個折線 手這樣 看到手可以卡在那邊 然後這下面又做 是賣AMG平靶 蛤 我們媽的小標誌就平靶了 他在上面AMG 好不好 不用選配 別人手就給你了 不過這新車真的賣滿貴的 八十幾萬 所以喔 這種車我們都 以前都叫什麼你知道嗎 有錢人的代步車 你要花七八十萬去買一台這麼小的車 您肯定是有錢人 好啦 講講講講 買一買啦 買回來嗎 拍個試車影片跟大家分享 好不好 如何 失敗 沒有阿 他說二十幾萬 不然這樣 因為他說他才剛換個輪胎啦 然後美容也花了五六千塊 給人家處理 我說進來間做的美容 好不好 花五六千塊這樣 對啦 剛剛看他裡面是有經過啦 可是輪胎也確實是新的啦 我坦白講 我們竟然 買到了機會 第一次買二零八就 我就二十萬跟他買了 讓他回來試看看 到時候 等你玩拍個試車影片 看有沒有換一些流量 第一次買貴的就算了 對啊 因為我是剛剛真的開起來發現 比想像中的有趣 我覺得開起來比二零七有趣很多 就是他的底盤跟軸距跟他的方向盤整個操控 搭配他的變速箱 我真的覺得比二零七有趣 好不好 我就買回來 那想看 史車影片的就下面留言好不好 沒有的話 就不是了 我自己送完 我就把它賣了 要不然就騙出來 大家都知道我買多少 我要賺個屁啦 你就賣掉 我就不是嘛 整理好 賣掉 然後 錢賺到了 我再上騙就好了 對啊 反正這樣大家都不知道 對不對 要不然我先出來 要不然大陸說 我這萬筆正經 還要花三萬而已 怎麼會不會啊 不給我賺 我怎麼錯了 好啦 那小吃今天就已孤啦 好不好 已孤這台2013年的標誌208 那喜歡影片記得訂閱分享留言 開啟小鈴鐺 下次見拜拜 好 走 付錢了齁 去找阿姑姑 就是我都換下去了 你換了什麼 我換你後面 看一下 來令電 立正氣上座中城 立正氣上座中城 開啟小鈴鐺